阳光、空气、水、土壤 你切一样都不行的 这个是天的本性 由这些东西才能够产生五骨 人靠五骨而生 就是要吃所有的动物不只是人 都是靠五骨而生 才有东西吃,你才能够养佛自己 所以天的本性就是这个骨 它是养育勤生 所以这个有道理 五骨为生光 我们谈到这个五骨 这个五骨当然是生光 五骨在这个整个大地之中 是一种宝物 是天地之精英所产生来 它自然发光 像那个水晶 像这个三浮 像这个琥珀 像这个金 它自然它有它的生光 所以那代表着活菩萨的光 那么 藏为心之界 五藏 这讲的 刚才讲的是这个 藏就是五藏为心之界 就是属于智慧的这个阶层 很高的智慧的阶层 相等圣戒德 这五香就是圣戒德 就是代表着首戒跟功德的 首戒跟功德是由相来代表 那么五藏就代表着智慧 五宝就代表着光 这个壳呢 就是天的本性 五药就是慈悲的记住众生 献神是大悲相 口相是牌楼 贫是诸尊主 所以金刚瓶它整个解释 都通通都出来 这里面有一个法 就是这个满艳法 这个金刚瓶满艳法 这个法我以前就学过的 但是我听这个莲花镜香讲 他提到这个东密 在日本的密中 有一个求艳法 求艳法是怎么样子求 好像是说 你有这个不动明王 在不动明王面前 那么你也有五色线 用五色线上面呢 也要绑一个极 那么极底下要垂 108条的五色线 108条五色线 就是都是用差不多 七寸长 那上面有一个极绑起来 底下垂108条 那每一次呢 他们求艳呢 是说 哪一个手哪一条五色线 这只手哪这个五色线的总部 这只手哪一条 然后念奏 绕不动明王 念完 回到原来的位置 跟不动明王礼拜 那么 求艳 就是念那个艳 好像 我要升 我要考大学 希望能够考上大学 哪一个学校 然后再来 再念 那么 三万多 莫多 南 那么 三万多 哇 字 那 那么 三万多 哇 字 那 就是绕 不动明王 那么 三万多 哇 字 那 哈 那么 三万多 哇 字 那 哈 然后绕完一圈 又拿第二条五色线 一共有108条五色线 所以你拿108条 就绕108次 礼拜108次 然后求美回到正中央的时候 就跟他顶礼 然后求一个艳 108次 同样求108次的 不是108个艳 是108次同一个艳 这个叫求艳法 在日本的 啊 东密有的 这个莲花建香 啊 他也提到这个 他说日本有这个 这种求艳 那他们在求的时候 是拿 手上拿着五色线 啊 哪一条 哪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一共拿108条 完 这样子 那么 一定要绕 不动免瓶 绕的时候就要念 那么 三慢多 挖着了汉 那么 三慢多 挖着了汉 那么 三慢多 挖着了汉 绕 绕完 哪一条绕完 顶礼完了 就在哪一条 好 就在走 那么 三慢多 挖着了汉 就在走 然后走完回来 又顶礼 啊 考大专 考上 拜托 又是这样子 一直念念个不停 绕108尺